生活態度就是這裏 HKPenut.com HKPenut.com 大家好 又是星期一 美股研究室節目時間 今天是1月13日 第75集的美股研究室 今天就 節目遲了開始 因為小弟公司有些事 忙了 遲走一班車 放心 我們今天的不反對通知書 延長了 所以會補充時間給大家 所以不會少了 今天很開心 請來陳菲醫生 老人科專科醫生 Villiams說原來有科叫老人科 你年輕人 你真是大年輕 你未有機會接觸到 其實我很熟悉 熟悉的意思是 用家 我爸爸用家 所以都去醫院看老人科 其實用家是福氣 林心不塵 一會兒陳醫生就會講解 為什麼科叫老人科 到底怎麼專發 看什麼 因為剛才陳醫生也有提過 因為老人家太多不同的病 所以五花八門的時候 必須集合在一起去看 綜合去看 因為病可能會互相影響 所以一會兒陳醫生 就多說這方面的知識給大家聽 一會兒說一下 原來在美股或世界各地股票 原來專門做老人科的股票也有 第二節的時候我們會講 第一節就是一樣 先來去片 先來恭喜蔡總統 正所謂魚 怎麼可以鬥過鷹 所以恭喜他 好像817萬票 原本我應該不在 不過不太舒服 才沒有過台灣 我的家人都回到台灣 如果可以投票 你家是台灣有投票權 你家人可以見證這個歷史 沒有 你就沒有過去 你是懸慳一面 對歷史的成匯 不要緊 四年之後 就輪到你過去 先來免責聲明 這個節目的內容是絕非 投資家建議 只是主持人分享想法 千萬不要用我們說的話 做任何投資決策根據 因為我們不會負任任何責任 你損失了也不要回來找我們 就說Daniel好線 我們也不能保證 節目內容的資料觀點 絕對是完全真確無誤 大家自己分析一下 破爭總統 去年4月1日 上星期五的回報 又好一點了 升了0.67% 因為他創新的那個人 我多開心 起碼去追回一些 之後又炒一夜 又有點深暗 到最後 原來上星期都升0.67% 負7.3% 我看法是 我想這期可能會追回多一點 因為始終開始 有個trend是厲害一點 雙對雙來說 繼續 繼續 同期來說 你看到標榜物指數很厲害 升了13.89% 然後 納指升了17% 道指也有9% 日經也有7% 去年曾經跌了半年 從頭半年至八個月至九個月都是負數 恆指追回很多 你看到同期來說 負3% 上星大陣是負2.46% 最差的就是負數 有谷有 昨天PM我問我 其實應該不要用這個策略呢 都是那句 不同策略在不同時期都會有 四月的 可能再加強一點 其實如果看過去的記錄 或者如果有人買過 隊長那本書 美股隊長搜紮 台灣版其實有記錄 其實很明顯就是 要市場很trend的那種 才會出現 明白 好像17年 對 也是那句 說明是破頂座 所以裡面的股票全部都是破頂 我們才買入 其實追求的是 破頂之後那一段 爆炸性的升幅 所以 我經常都說 這個我覺得 就算不跟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告訴你市場有沒有trend 沒錯 所以其實它有一個指標 這個如果破頂座 它 underperform 很厲害的話 其實就會反映 之前的股票也可能是在走迫 在一個討論範圍上發上發落 所以這個是經常我強調的事情 還有我們都會停機 如果十周線跌穿四周線 我們先會先對沖 然後如果指數 即S&P指數跌穿了200天線 那我們就停機了 已經當進入紅市 反映 是嗎 不是 反映嗎 跌穿200天線 跌穿200天線 我們會先來對沖 因為我很久沒有做過這個動作 因為 為什麼我們4月1日才開始 其實去年之前 我們也有這個組合 如果看我們節目內的朋友 都知道我們一直都有做這個組合 因為去年初 你看到 其實對上一次你做這個動作 應該是一百年尾 不 其實我一七年特朗普當選那天 那個月 十一月開始做的 一七年 所以做到一百年 然後就停了一段時間 插得最厲害的那段時間 例如最近那次應該一定是一百年尾 我記得 血洗平安夜那次 中間有些時候 即是一七年至一百年尾 中間試過一兩次是對沖的 那句話 對沖就不會令你完全不蝕錢 因為對沖有成本 當它升上 當指數先是跌穿二百天線的時候 我們會對沖 即是怎樣對沖 我們會沽這個SPY 即這個S&P的ETF 就沽和這個組合等值的SPY 就是做對沖 沽空對沖 如果它升上來的時候 那你基本上 沽空了那些SPY 是會有損失的 那些就是成本來的 當然了 如果你搓上搓落 如果在二百天線上下 就是穿插很多次 那你的成本是會增加的 那也是那一句 整件事就是 去保障你那些 持有的股票的資產 就是得到這個Cover 就是得到對沖的保護 那當然 如果這個10周線 跌穿40周線 就我們會停機的了 因為當它進入了熊市 那直至 再回上去的時候 我們才會再組合 所以你看到 這次我們就由19年4月1日開始 就到現在了 好 再看 這個上個星期 又是URI 就是頂不住市場 又再震奏出來 看到剛剛好 星期一買入 星期五就震奏了 估出 只蝕了0.29% 如果你說 今個星期的操作來說 你看到我們買入四隻股票 就估出兩隻股票 之前也有兩隻老朋友 你看到Lily Micron MU 之前也有兩次 說過了解釋 我都有七個 剛剛Elon 上個星期 解釋過 我的Micron 為什麼會反彈 因為Fundamental 其實都說明了 幾間廠最大的 他 Samsung SK 那三間都已經 預告給你聽 他覺得 價格是會反彈的 尤其是RAM 不論RAM也好 或者是SSD那些 大行又唱好 反彈 另外兩隻 Vertex 我們之前也買過 VLTX上個星期 創新高 另外ODFL 是新朋友 我查了很久 他是不是被人收購 又好像沒有 但他上個星期 彈的星期 是大洋竹的 抽上來 我們先購入 看看Toyota 是否被人收購 因為他之前也跌得多 再看排名 基本上 那四隻馬鴨 上個星期 都全部是20位以下 有些Micron 是skip了 因為他低過最低馬鴨 基本上 大家都先跟著這個操作 先 上個星期 標本物指數 成份股 以國洲表現來說 其實你看到也不差 雖然星期四的時候 曾經嚇一嚇大家 當伊朗還拖 還拖的時候 就嚇一嚇大家 然後就發覺 原來 川普這次 不知為何可以按住氣 就不動手 那些言語都很緩和 現在你看到很成功 因為伊朗 內部又出來示威 那很明顯你看到 他的策略是正確的 那天寫文都說 你沒有必要去刺激 因為你 反過來 你真的出兵打 他就有一個很明顯的 外國勢力的target 沒錯 那你可能很容易 Unify 到整個國家 嗯 助攻了 對 台灣這樣而已 那你反過來 踢球給他 其實會讓他自己散 容易教一些 對 所以你看到 就差不多即晚 星期四那晚即晚 就馬上抽上去 還要創新高 好 先看輪動圖 你看到 在領先方格裡面 依然都是XLV XLF 以及XLK XLK的動力 都是在增強 或者相對 強弱來說 就是最高 但是XLF 就沒有力 你看到Finance 那些動力 就開始跌了三個星期 其他那些 其實大部分 都進入落後方格 但是你看到 那個動力 都開始抽上來 好 其實張鐵趨勢線 只是輕微調整 沒有創新高 但也不是大差 輕微調整 如果你看過日線圖 你看到 基本上 這次 星頗新高 我這次再改 就畫一條通道出來 你看到 其實現在都是沿著通道上 雖然上星期五 就叫做 穿頭破腳 一棍大陰竹下來 但其實我覺得 只要它依然在十天線 或者甚至是二十天線以上 其實都是在通道裡面 都是在通道裡面 反覆向上升 這隻呢 我覺得 如果它真是上升 這隻才是最賤的 因為它經常握你 是 即是經常在開高 然後你以為它下跌 其實它反而是慢慢上升 對 始終有一句 美股升了這麼多 它創新高之後 有回吐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都是看著通道做運 如果它跌穿了通道 就指示都未遲 這個形態 如果在香港玩得多 可能你會見到 在AIA 你會見到 如果逐個 逐支 去看 好像是下跌 但它是一個 你見到 雖然叫穿頭破腳 但現在還未可以確實 它要轉勢 因為它依然在通道上 而且它這麼大支陰竹跌下來 但依然在距離的十天線上 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差不多是百點 所以你見到 這裡大概是二十多點 所以你見到 其實這個調整 暫時都是健康的 還有你見到 一些平均線 十天、三十天、五十天、八五天 以及二百天 都是向上 即是各方向一致 以及順之最排列 如果你說 長線市寬 即是股價高了二百天線的比例 當然就比較危險 因為 去到八十一 升無可升 即是很少去到一百 去到一百 當然會猜 因為 隨便一隻跌 那個指數也會跌 但未到一百之前 應該不會有機會去到一百 好 看看四年的周線圖 你看到周線圖 升穿了上升通道之後 其實上星期 全個星期都是升的 所以 其實不要只拿一天來看 全個星期升 在星期中就創新高 暫時你見到 都是貼著波勒加通道頂運行 而長線市寬 其實都是未升穿之前 一次創新高的長線市寬高位 即是其實都未算是最危險 理論上 還可以再篤穿高位再上 即是還有一些差勁的東西 即是仍然在洗 即是未見到真的 好完全 即是雞犬戒勝 以及你看到IWM 根本 我經常很強調 我覺得短線 要好看Wussell 2000 究竟有沒有力 即是這個位置 保持住 然後再上升 而IWM上升 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指數 不過這樣說 我覺得短期 即是短期一個月之內 調整就近乎必然 因為你的長線市寬 又去到81 基本上 再升的股票 即是再升穿200 天線的股票 就只有20% 即是調整是會有的 所以我們看著調整 都會看著10周線 10周線 你看到每次去到10周線 都未到30周線 曾經去過30周線 最後的支持位 都是30周線 基本上 未跌穿30周線之前 其實上升的趨勢 依然是保持的 當然它調整是很正常 必然 而且我覺得是健康 有沒有補充 我自己看 看看它的Swing有多大 我會覺得是 可能輪著升的機會 比較大 對 如果你看到指數 首先第一個支持位 是10周線 然後第二個支持位 其實就是上升通道頂 剛好上升通道頂 現在就跟20周線 差不多搭著 如果你再走多一段時間 可能30周線上來 就去到通道頂 總之 剛才我說的是10周線 30周線 應該都會是一個 比較明顯的支持 如果真的穿了30周線 明顯穿了30周線 那就才有機會轉勢 好 其實納指也一樣 但長線市寬 你看到 會比較差 沒有上次那麼厲害 上次也有接近70周線 這次現在是56周線 反而我覺得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但始終可能加上 有一點點ADR 有大陸股的成份 其實納指100周線 另外 你先說一下 我覺得 尤其是你看到長線市寬 還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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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大家要留意 如何捉捉背遲 你看到上次 2018年初 第一季 兩次上升高 其實長線市寬 背遲 這個很明顯 之後 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但調整到30周線 其實都會有支持 然後重受升軌 所以還是那句 就算你出去背遲 也不要打算轉一輩 當然你喜歡玩很短線的沽空 如果你吃到這個 就恭喜你 但要補得切倉 也沒有問題 自己也要補得切倉 好 道指也是一樣 那個Pattern也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分別 ETF來說 上星期 金 你見到 金 就明顯的回調 因為突然間 Risk On了 原本是Risk On了 金 和TLT 就明顯升 但 基本上都不夠24小時 我認為 射完飛彈 都不夠24小時 然後市便覺得 沒事 然後 補倉 就明顯推了市場 所以就會創新高 你見到哪個指數上升 好像是標指創新高 還是 蠟子 蠟子又創 道指 上星期四全部都創 好像三個指數都創 道指接近 好像跌一跌29000 跌一跌29000 跌一跌29000就回來了 其實只有WUSH2000 對 再下去 強勢版塊 這星期 你見到XPH 又再回來了 這個製約股 如果你看過圖 之前去挑戰 阻力位 46.5 這些位置 這是之前的高位 之前第一個高位 失敗了 回到保力加通道裏 但你見到 上星期都是洋足的 基本上收復前星期 幾乎失地 所以你見到 其實 你見到十周線 十周線 其實已經升穿了 百五周和二百周線 所以 30周線 都是向上 所以 你見到 勢頭 仍然強勁 所以 為何去第一位 另外 廢城本導體指數 第二位 SOXX 你見到 升穿之前的三角形 之後 上星期 前星期的調整 已經出了十字星 但上星期 跟著大市 推上去 沒什麼好說 大家看著線 是最好的 十周線 三十周線 不要計二十 二十是保力加通道中軸 甚至十周二十三十周 五十周八五和二百 其實都是一起向上 而且是很平均的 次序整齊排列 所以 勢仍然是強 科技股XLK 的ETF 你見到 一直都是 升穿上星通道後 其實沒有一點回過 這隻 兩個月都沒有一點回過 上星期 就想爆上去 你看到 通道也是在擴闊 所以 很喜歡爬冷沽空 大家忍忍手 最重要的事 還未說 又開始出業績 所以 可能 剛才 我覺得Daniel 擔心問題 會被解決 一不業績 不可以 那些被洗 所以 去到八十 是不是很害怕 我覺得 那個數目一定會跌 會跌下來 好 弱勢板塊 第三位 IYZ 我這次沒有看錯 是電訊 你見到 他之所謂弱 就是因為 沒什麼升幅 沒什麼波幅 現在就叫做代變 在三角形那裡 你見到 平均線都拆了一碟 全部橫行 所以 看看 是爆頂還是爆底 這些情況 就 很難說 如果是市星 其實正常 市星一定會抽 只不過他實在 跟其他相比 他完全沒有升 所以 弱勢 第二位 就是 XOP 大家都很熟 XOP 上星期 前幾個星期 你見到 已經升穿了 下角三角形 上星期 曾經挑戰 二十四元 上一次的底 但是 失敗了 上星期 所以陰足跌下來 但是 留意 也有個 希望 十周線 一直向著 三十周線 挑戰 進發 有機會升穿 三十周線 可能擺多三星期 應該有機會升穿 三十周線 就有機會轉勢 再下去 就是FCG 其實 Pattern也很像 不過 你見到 十周線和三十周線 就很接近 雖然上星期 是大陰足 兩個都是大陰足 但是 正如我所說 很多時候 你升穿某些 重要的阻力位 都會有個後抽 所以你見到 他升穿了三十周線 之後 就會有 短期之外 兩三個星期之後 就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陰足 跌下來 但是始終 三十周線 都會有個支持 你見到 基本上 雞腳 碰一碰三十周線 又大力上去 FCG也是一樣的 這個很明顯 所以說 喜歡短炒的 就會這樣看 19年 我們不說一百年 已經過了 十多年前 19年到現在 看到 始終強勢板塊 依然繼續保持強勢 SOXX 有62%回報 XLK也有54% 醫藥股機會比較差 只有24% 但是 差的 FCG 雖然等他轉勢 但未等轉勢 之前 你先輸20% 所以 大家都不要 爬冷 爬冷 就要預備 先坐艇 的 心理準備 如果 2020年 今年 只有7.90日 基本上 是星星跌跌 甚至 最好 原來是金 原來是金 都是2% 其他 你看到 因為 1.5% 當然很少 只有7.90日 單日 都會動 而且 最主要是 已經升了很多 在頂上 就很正常 但我們 記錄 當然要放出來 ADR 上星期的表現 你見到 沒有特別 應該會很開心 爸爸 爸爸 有3% 巴西 比較慘 有9% 很鮮紅色 原因 離不開 都是那幾個話 巴西 巴西 我真的沒有什麼 為何跌那麼多 因為焦點已經去到台灣 太忙 其實就是 去到台灣 和中東 就算是美股 晚上 不用看 沒錯 看看市場相對強弱 其實 恆子已經 收復了不少 失地 但相對強弱 仍然比標指差 沒有辦法 標指是地球上最強的指數 現在 上證一樣 其實這些 跟去年年初 其實差不多 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等它升穿了52周線 才再看是否真的 相對強是轉勢 新市場就好些 上次曾經挑戰過52周線 但也是失敗 所以你看到 過一年 相對強弱 都是比標普五敗弱 你看到 另外 歐元區一樣 沉底 有機會 上次是12899 這次是12860 其實已經穿了底 日股曾經 彈上去 但很快會下來 相對強弱 不是代表日股差 你看到剛才 其實剛才日經是正數的 回報 但也是那句 兩隻都跑得快 你當然是買一隻 跑得更快 更厲害 如果沒有對沖 你看到很明顯 會更差 因為沒有對沖 因為日股 之所以升 日元跌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你看到輪動圖 日股那兩隻 過去五個星期的動力 都是向下 相比SPX 即是跑輸的動力 不是代表絕對指數 其他的動力 或是相對表現 其實都是比SPX差 除了納子之外 所以你看到現在最強的股票 都在美國 甚至這個導致 RNDU其實都差 都是落後分隔 BBA又好像撞了斜 沒有辦法 他已經換了CEO 幸好這次不關事 這次又是737 幸好這次突然跳出來 很快24小時跳出來 其實我們射錯了 否則又研究一輪 到737有事 所以這次就叫做救了一命 如果不是踩多腳 再看恆子的周善圖 你看到今天升二百多 曾經接近二萬九 期指要到二萬九 你看到市寬 這裡我們沒有 因為Snotchart是沒有廣估的資料 其實你目測都知道市寬是好很多 沒錯 看到已經升穿兩個三角形 簡單來說 下一個目標當然就是三萬點 今天都到二萬 接近二萬九 目標三萬點 上高的阻力其實是不少 始終很多貨是兩年前買下 即是騰順即落 四百一那些鐵底 那些鐵底 基本上現在會給你 所以上高阻力重重 我覺得基本上三萬點前都會弄一輪 除非大陸股有一個特性 除非你是大時代的夾上去那種夾法 那就可以無視所有阻力 因為他抽上去那一刻的成家實在太強 沒錯 那一刻就可以一夜 價量齊升 對 就可以吸收了整堆鞋貨 如果不然 通常沒什麼特別都應該會回少 你看到十周線已經升穿三十周線 藍色升穿紅色線 基本上 技術上來說已經轉了小 看過股 就是這樣說 你會看到很明顯 蟹貨多一些不說 但譬如一直在爭論 我覺得看看平保那些 如果真的站在6元上面 其實我覺得應該會繼續上去 如果是大股 技術上來說 改良 即是改善了 但其實因為之前有很多蟹貨 應該在2萬9至3萬點 都會先消化一輪 會上升落落 所以其實也不用一定看這個港股 如果純港圖 我們沒有Bias 以技術上來說 A股可能比恆子更厲害 剛才我們第一張回報 都會看到他輸少一點 但還是那句 相比美股來說 恆子其實也大落後 所以為何要寫意取難 為何不純粹買一隻強 就是這樣 另外 升市場 其實很多 升穿了之前的3個人之後 第一個阻力44元 比較長期已經破了 企穩了之後 基本上第二個阻力 46元 當然是再大一點 單一個星期就回落 但上星期已經收復了失地 再挑戰46 有機會再在44至46 橫行一段時間 但你見到 10周線和30周線明顯向上 以及30周線都有一段距離 簡單說 後市都是審慎樂觀 有些人很喜歡這樣說 接著是EMLC EMLC很厲害 因為上星期曾經震了一陣 之後 升穿了這個3個人之後 站穩了 基本上都是向著 第一個阻力 就是34.5元 這些位置進發 一會兒我們看完美金 或者下面看看美金 其實美金沒有怎樣動 所以沒有怎樣上落 都很平穩 所以你看到 EMLC也跟著一個圖走 CW更厲害 再之前一星期就大插 上星期就完全收復失地 其實跟EMLC也很相似 都不需要多說 大家看圖都知道 左力的位置在哪裏 EWJ日股 下面是美元對日元 美元對日元 基本上升穿下降通道 所以我覺得 日股有機會 向上高突破60元 EWJ怎樣看 我覺得暫時跟大圍 有一群看圖 暫時曾經想跌穿十周線 但上星期就上升 當然你看到 這些是調整格局 因為十周線開始沒有升得那麼急 兼且指數 或者股價就回落 有機會單單60元 就會跌穿十周線 但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下面還有三十周線 雖然它不跌穿三十周線 我覺得仍未轉世 一估計 五十周線 五十八樓 如果不穿的話 也不用 基本上調整到五十八 五十七 當然三十周線會上來 到時他三十周線 在哪裏就看著 那個位置止洩 或者轉世 長短息差 其實上星期非常好 你看到 首先二十年減三個月 就是升 升一點也算是升 其實很多都沒有怎麼變 你看到比較勁 十年減一年就升了五個點子 所以先看個 summary 整體來說 十年到一年 五個年期都是升的 都是擴闊的 基本上是急速回升的 原因是因為TLT 即是長債 債價跌了 所以那個息 升回的時候 減了出來 當然是 息差是闊了 短期那些 到三個月那些 只有一年和三個月 是倒掛 剛剛0.01 就是剛剛一個點子 也不算太過份 所以其實市場都沒有問題 簡單說 十個月只有一個 十二碼 低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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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急速回升的 高息債和國債的息差 又再回落 回落的意思 代表 人們會買蝦耀邦 所以令到高息債的息口回落 所以相減出來 你見到息差跌了 現在基本上跌回到一百年尾 一百年第四季的位 基本上市場都非常依靠 追捧高息債 如果新市場高息債和國債息差 都是回落的 回落都幾多 回落24 如果美國高息債 就回落70 哪裏 新市場都回落去年五月 還低於去年五月的高位 基本上大家都很開心 一月效應 即是一月效應 即是大家對 近一年有新的希望 先插一招 對 插一招 有新的希望 當然人是這樣的 一開始的事情 他們總是覺得 以前的數目 有新的希望 都是這樣 因為人類很難生存 好 再看看媒惠指數 媒惠指數 媒惠指數 你看到跌穿了 之前我們畫的上升軌 之後 上個星期後抽 但其實是站不上去的 當然 你可以畫下下的線 即是 現固了雞腳 但你怎麼畫都 其實我都畫了幾次 其實都真的跌穿了 現在是後抽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接下來兩三個星期 可以進入上升軌 如果不是 那就開心了 因為 美金跌了 起碼是受惠 即是新的市場會受惠 港股又借勢 又可以再用一招上去 大致是這樣 基本上 美惠指數 就影響全球的資產 好 TLT TLT來說 上個星期曾經想突破三角形 但都是無功而回 受制於三角形上高的阻力 暫時都是等待變 好像之前有 越看越窄 對 待變來說 我買爆 即是爆跌 就多個買爆升 因為你看到十周線 其實都特定圈著你 十周線都很接近三十周線 你看到十周線 一三七八五 只差一點 都不夠一點 一點 所以你看到 都有機會 剪穿了之後 其實TLT就轉小了 IEF來說 其實都是一樣 不用多提 金 金來說就很重要 如果短期來說 就有機會挑戰這85元 即使上個星期突然間 但金也是扯上去 雖然上星期都是陰燭 但是很高開的陰燭 到最後都是升 我覺得這個位置 正常應該會控制 因為我看款式 就不像真的會散 即會散 意思是甚麼 即是在之前爆上來 140樓下的位置 我覺得看款式不太遲 真的不太遲 你看到這個周線圖 你看到十周線 三十周線都是向上 你看大圖 你看到GDX那些 高miner 第一棍是跌得很深 確實是 但之後其實都很快 有支援 譬如你說這幾天 他再不跌得很厲害 其實我會覺得 金是站得穩 即是附近這些位置 你不要期望大家 炒其他東西的時候 會炒上去托 是 有股的 通常炒股不會炒金 我經常都說金可以吃兩邊 即是你的市場不好 就說避險 你的市場好就說通脹 這個很高難度 非常容易 通常人們都是這樣搶 吃兩邊 這期你問我 正常都是炒股 即是美股都起碼是EM 正常角度去看 大勢來說 你看到自從升穿了135元之後 好記得 因為那次贏了隊長牙膠 都是去年四五月的時候 之後都沒有再回來 反覆向上 所以基本上 你都可以考慮 放金在你的組合那裏 作為分散風險 或者叫做資產分配 日元來說 如果你說短線來說 基本上是升穿了下降軌 升穿了之後 上星期就回落去 這裏都很亂 因為張圖太大 Anyway 我見到 可能會回落去下降軌 基本上日股就開心 因為日元跌 沒有 我想香港人也開心 你見到 下面就是EWJ 你見到EWJ 因為30周線下降軌 基本上下降趨勢都開始形成 因為30周線都向下屈 你見到 所以我特地在這裏圈 就是這樣 好 看看銅 銅就升穿了之前的三角形之後 然後呢 就受制於85天線 85周線 你見到 就在這裏 像是PARAJ 基本上支持座力位 都不用畫到 大概只有兩個九 兩個八樓盤 這些位置 之前很密集 基本上跟經濟 或者跟經濟 我看明天 明天又公佈出入口的數據 即是關於大陸 我又不可以任由它說 但如果出來的數據不差的話 其實都會 我想這裏 聽的人很少可以炒銅 但始終銅上都是一件好事 你見到有個利好因素 因為10周線 其實幾個禮拜前 差不多是兩個月前 升穿了30周線之後 就剛剛上星期 就升穿了50周線 所以基本上如果持續去的話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都會反覆 同舊反覆向上 好 那有來講 就 哇有趣了 有你見到 上星期就曾經很開心地抽上去 你見到反而反過來 之前一直有 油價本身 但如果上星期以油跌下 那麼多來計算 反而油股也算少 而且你見到 其實技術上 上星期剛剛好 就給了10周線 發揮支持作用 頂住 即使那些棍紀那麼大 都去到10周線就停了 曾經穿了穿 然後即個星期翻上去 所以來說 也有一句 我覺得油都會反覆挑戰 之前62元這些位置 之前我們都說過 62元這些位置 其實都是上高很多助力 所以第一次一定不會升穿 基本上 但如果只要 沒有什麼大的利淡因素 基本上 除非又是打工手 我覺得這次可能性應該是小 如果這次還是打工手 就真的被他吹到 是 好 講快一點 所以各個資產對美元來說 其實過去五個星期 其實美元都算強 雖然上星期跌穿了上升軌 所以你見到資產相對強弱 所謂的動力都在下跌 雖然相對強弱是強的 你見到 相對強弱都進入領先方格 代表上星期美元跌 那些是在下跌的 那一定的 即是一來來去 怎樣說 即是這期的東西會升 始終ASS 怎樣都高 這些ASS 動力都比CAD 只不過動力來說就差一點 所以你見到19年到現在 我看回那三隻 就是泳行裝備三隻 其實三隻都有進帳 TLT還有16% 金有21% 2020年到現在 其實這張圖 好像剛才那張圖 你見到 買三隻都起碼有升 即是七個加日 七個加日 TLT都有1% 金有2% SPY都有0.26% 基本上都起碼夠交手續費 所以暫時來說 你見到 泳行組合 我都粗略做了一個 paper trade 你看到12月30日 即是上兩個星期一 至到現在兩個星期來說 都有1.91%回報 這是同期 跑贏SPX 跑贏SPX 即是輸給納子 跑贏馬里的道指 跑贏很多指數 當然 我永恆組合 之所以永恆 不會隨便去改 我沒有做rebalance 7天就怎樣做 遲些要做rebalance 再跟大家交代 暫時來說 這個圖 基本上是給大家參考 去追蹤 各類資產 你見到 其實美元也有升 美元也升 0.5% 如果計算 cash 基本上 四飯都會贏 當然 如果你賣很大注 球領兩球 我先收拾 可以先收拾 可以過我的肥年 好 先講完 首先的板塊 基本上高中低風險 19年到現在 都有20%回報 拉雲其實都應該跑贏SPY 今年7.9天 反而Discutionary會跌 即是非必須品例跌 其他也有少許盡象 7.9天不能定輸 今節基本上 補回我們 遲到的時間 因為今天 我們不反對東小豬場 阿Lick 不好意思 我多說了 待會你可以再多說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再談